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为大家带了一部关于母爱的电影《大天使》 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 期间她看到朋友就闲聊两句 一回头发现心爱的女儿娇娇不见了 她慌忙的满世界寻找 还好娇娇遇到一个好心人 好心人在树下等着妈妈的到来 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了解到一款大天使的项目 在孩子的太阳穴注入一个高科技芯片 然后通过平板可以监视孩子眼睛里看到的一举一动 更厉害的是可以控制孩子眼睛里面看到的画面 不想让孩子看到什么就给那个画面打上马赛克 这天妈妈去上班把它交给外公 妈妈刚走外公的心脏病犯了 外公让娇娇打救护车电话 但是她的眼睛里看到的是马赛克 也听不到外公的求救 外公去世妈妈在坟前哭泣 娇娇看不到妈妈的表情 只能看到马赛克 上学时同学在讲暴力电影 娇娇很好奇的也想看 由于自己看不到 同学乐客就讲给自己听 并用动作表示 但是比划到暴力部分的时候 娇娇依然看不到也听不到 回家后她想要把那些画面画下来 可是本子上依旧是马赛克 她很生气把手指扎破 结果都是一样 自己看不到血的颜色 妈妈听到平板报警赶过来 娇娇却给了她一巴掌 这天妈妈找到大天使的工作人员 得知这个高科技出现了问题 她会导致孩子无法辨别人物表情 已经被下架了 妈妈慌了 但是工作人员告诉她 只要关掉平板就好 回家后 妈妈决定不再揭示女儿 给她足够的空间 一广多年过去了 娇娇已经长大 这天放学回家后 她告诉妈妈 自己晚上要去女同学家里看电影 妈妈很爽快的答应了 半夜女儿还没到家 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 她不得不再次打开平板 追查女儿的行踪 眼前的这一幕让她傻眼了 女儿竟然被洛克毁掉清白 而洛克竟然带着女儿吸食毒品 娇娇回家 妈妈装作若无其事 她偷偷的在女儿的牛奶中加入打胎药 上课时要笑起作用了 娇娇去看医生 得知孩子没保住 她很生气的回家 在垃圾桶找到了药盒 又在枕头下面找到了平板 此时妈妈回来了 不分清红皂白的 对着妈妈就是一顿毒打 直到平板被打坏 她才看到妈妈血流满面 她不顾妈妈的死活 上了一名陌生男子的车 慢慢醒来后 疯狂的寻找女儿 不要给孩子过多的保护 适当的让她尝试苦头 也是一种成长 喜欢小蜜的 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